大家好,我是陈岳 国际局势纷纭突变,猝不及防 还记得一年前全球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 那么在美国政客的威逼利诱之下 在西方媒体,特别是美国媒体的鼓动之下 似乎中国在全球面临四面楚歌的处境 特别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企业 处处面临着美国主导下的科技围堵 到处都是什么被禁止使用华为5G 等等等等这样的消息 而近期整个局势出现了很大的反转迹象 从RCEP的签署到德国出台电信相关法律 并未禁止华为5G 再到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的完成 那么再到最近几天 巴西政府正式允许华为参与巴西的5G建设 乃至到这个巴西呢批准施打中国科兴公司的新冠疫苗 那么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都在标志着 所谓的围堵中国高科技公司 污名化中国产的这个新冠疫苗 乃至于西方媒体上的反中论调 都在迅速的瓦解之中 我们今天就来以最新的巴西政府 在华为5G和中国疫苗上的转变 来谈一谈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与全球合作 美国在这其中的三分点火的能力呢 似乎正在快速的下降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1月18日的报道呢 就谈到巴西当局内部官员目前已经证实 巴西将允许华为公司参与今年6月份 所举行的5G平谱拍卖会 有消息就说在巴西做出这一决定之后呢 南美多国纷纷响应 我们知道巴西是南美的人口大国 也是一个影响力呢 地缘政治上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 包括蓬佩奥等人实际上一直在做巴西的工作 同时巴西现在的领导人 这个也是呢一个号称南美的川普 所以他也是一个川粉 那他的举动呢 时常是和川普呢 站在同一条阵线上 那么巴西做出了一个转弯的举动 那么为什么说他转弯呢 因为之前蓬佩奥 美国的国务卿呢 所推行的一个叫做清洁网络计划 当时巴西是这个特别是巴西总统 带头说我们就是要加入美国的清洁网络计划 我们就是要不用华为 不用中国的东西等等 说了比较的坚决对吧 态度呢也非常的强硬 那基本上呢是抱美国的大腿 或者说把话说的更直白一点 就是舔美对吧 舔到了无底线 那他这个巴西呢 之前是这样的一种做法 但是现实让巴西做出了转变 那么为什么巴西会发生这么大的一个转弯呢 后面我们会谈到 那不管怎样 巴西在整个南美地区呢 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他的这样一个转弯的动作呢 造成的结果就是南美很多其他相对小一点的国家 基本上都会按照这个目前巴西的这些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会去走自己的这条路线 而抛弃美国之前所谓的什么清洁网络 围堵华为这样的路线 蓬佩奥这些美国的政要呢 他一直想要阻止华为拓展海外的市场 那么相关的做法呢和报道也非常多 但是这一次在他们从川普到蓬佩奥都将要即将下台的时刻 那巴西政府做出完全另外一个这个方向 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决策 可以说使得川普政府 特别是蓬佩奥所推行的相关计划是再次的落空 那么巴西的总统伯索纳罗呢 他之前是禁止华为的设备要进入巴西 那么相关的事情呢已经是 他已经呢这个不止一次的做出这样的表态 但是他的这个决定呢 遭到了巴西的第二负责人在内的多位高官的反对 那么这些人呢一直在向伯索纳罗去施压 要求巴西允许华为顺利的加入5G供应商的名单之中 波索纳罗这个他所施政的决定呢 主要是就是看美国的脸色 如果不是美国蓬佩奥政府 川普政府那当然执行者就是蓬佩奥 蓬佩奥呢是美国国务卿 他更多的是负责外交呀 还有一些安全的事务 所以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当中呢 那么蓬佩奥的角色呢是比较的重的 那这个波索纳罗呢 他既然是川粉对吧 所以他自然呢就主要就看美国的脸色 那么他之前呢之所以这么高调的反对 华为公司的5G设备进入到巴西的市场 并非呢是他觉得这款设备有什么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个全世界呢是这个路人皆知 对吧 美国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 去这个戳华为的脊梁股 其实本质上就是戳中国的脊梁股 对不对 那么以这种国家安全设备隐患为理由 但是全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真的相信美国所说的这个理由呢 其实更多的呢都知道这是一次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 或者是叫做高科技领域的一个博弈而已 就是彼此的竞争 然后呢你去这个在背后使坏 使坏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这个巴西总统的之前的那个决定呢 他是认为美国不想华为来拓展这个巴西这块市场 所以呢他就抱美国的大腿 他就跟着美国的路线走啊 就是就是这么简单 至于什么华为有没有后门呢 有没有什么数据安全隐患呀 这事情根本就不重要 对吧 那么1月20号呢已经临近了啊 白宫的负责人在大选当中已经失败了 也就注定了呢 这个川普也好 或者是特朗这个蓬佩奥也好呢 那么就将走入历史 波索纳罗呢 就是巴西的总统 在权衡利弊的时刻呢 我们所说的就是这个人走茶凉 对吧 那你你都你都不在了 那还让我再去听你的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 那么这个事情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看到巴西 他还是决定放弃之前 与蓬佩奥等人的这种合作 甚至是某种承诺 那么要重新和华为公司建立合作关系 我们看到知情人士就透露呢 波索纳罗此前排挤华为公司设备的决定 其实引起了巴西国内众多的企业和当局内部高层的不满 由于波索纳罗当初有美国的支持 所以他敢与力排众议啊 对吧 怎么着 你看美国都这么说了啊 美国挺我们 对吧 你谁敢谁敢这个啊 跟我这个有不同的意见 对吧 我后面有老美靠着呢 等等吧 那么所以呢 他就在国内的反对声音呢 没有办法占据主导 因此呢 这个波索纳罗呢 他可以坚持自己的这个决定 说我就是不用华为 我就是禁止5G 那么他之前呢 还说过这个中国的疫苗 啊 不行不行 我们坚决不用 但是我后面会谈到 他在这个疫苗问题上呢 也是打脸了 你要知道作为一个 虽然南美人的性格比较的好 比较的开放 比较的外放型的啊 比较的热辣 对吧 但是呢 他自己说过的话 而且坚定的立场 让他自己吞回去 去转弯 然后去打脸 这也不容易 我看 对吧 何况他是这个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那么在现任的这个 白宫的负责人 要下台的之后呢 那么拜登对于相关的 问题的态度呢 其实一定会发生 这个一定程度的转变 那么即便是他依然坚持 要去打压华为公司 那么他能够给巴西 带来的筹码呢 我想也势必会发生 很大的变化 这里说的是美国的 新的领导人拜登 因为拜登的理由 肯定会非常简单呀 那么以前 蓬佩奥的做法 和川普的做法 可能就是说 你巴西 你不用中国的5G 对吧 那么相关的反对派 可能会说 我不用他的 那么我用欧洲厂商的 我可能要多支付 几十亿美元 这么高的成本 那么这个钱 谁来付出呀 是不是 那我为什么要去 做这样的选择 让自己吃亏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那么我拥抱你 美国的政策 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国际关系不就是 利益关系吗 不就是各种谈判吗 只要价钱给的够 什么不能出卖呢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呢 那么蓬佩奥当局呢 我之前在媒体上也看到 说美国会补贴 给巴西 几十亿美元 怎么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 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 那如果说 有这样的一个资金支持呢 似乎 似乎呢 这个反对的力量呢 自然就会少一些 但是拜登 马上就要上台了 拜登可以一句话 就把他怼回去 那又不是我承诺的 是不是 那你要想去要这个钱 你去找你 当年给你承诺的人呀 那么他们已经下台了 你觉得蓬佩奥和川普 他们自己会从自己的口袋里 把钱掏出来 给巴西吗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就 我们就看到这个 国际政治的这种 国际关系的这种现实 对吧 那么巴西总统 勃索纳罗呢 因此在最后的关头 就宣布了自己的决定 那么对于巴西国内的 通信企业而言 负责人的决定 是能够为他们 省下来数十亿美元的资金 那么中国呢 一直是巴西最大的合作伙伴 华为设备 在巴西市场的普及程度呢 是非常高的 因为性价比很高 那如果巴西当局 坚持不再使用 华为公司的设备 那么他们也必须 去更换 现在电信企业 所使用的 所有的华为的设备 以满足其他设备 兼容性的问题 那么勃索纳罗的压力呢 也正是来自于与这些利益相关的 这个电信公司 以及呢 他的一个这个副手 叫做汉密尔顿 穆罗 我们看到根据美国Politico的 这个转引巴西当地媒体的一个报道呢 就披露了巴西政府 对华为态度转变了更多的消息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 面临巨大的内部的 这个巴西内政的财务压力 甚至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这个巴西总统自己 他都跑出来对外 直接宣称说 巴西国家要破产了 就是没钱了嘛 对吧 国库空虚 没钱 还要硬撑着 那你肯定是撑不长久的 那么他作为这个巴西的总统呢 对自己宣告巴西要破产了 似乎也无能为力 而且特朗普也即将离开白宫的这个事实 也让这个这位见分使舵 对吧 这样的一个总统呢 撤回了他的这个反对华为 参与本国5级建设的决议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就在上个月呢 波索纳罗政府还在寻找法律途径 要通过一些法律的方式 将华为排除在巴西的5级网络之外 但是我们谈到了就是说 所以说它是一个巨大的转弯 就是说呢 你巴西国库空虚 你要想把它排除在外 那你就要掏钱 可能波索纳罗这个智比天高 对吧 志向非常的远大 但是等真要来干这个事情的时候 真要让他掏腰包的时候 发现我没钱 对吧 那你没钱你搞什么搞 是不是 就像一个人这个吹牛吹得很大 对吧 我很猛 我很勇 对吧 然后真要到上战场的时候 见到敌人来冲分的时候 赶紧撒腿就跑 甚至这个屁股尿流下的 那你这个不就是扯淡吗 是不是 我们知道前段时间 这个包括像台湾 其实跟美国呢 也一直走的比较近 我后面会谈到在疫苗的事情上 你走的这么近 一直在填美 你拿得到疫苗吗 是不是 你依然在美国人眼里 在这个安格鲁萨克斯人的眼里 你依然是一个二等的 甚至三等的 你要知道 在这个 他们这个 美国 英国 这些所谓的五眼联盟国家 你要知道这个加拿大 他拿到的疫苗 是他的人口的11倍 也就意味着平均每个人有11支疫苗 他需要这么多疫苗吗 根本用不完 你说谁会打一个新冠疫苗 去打11针 对吧 在这个医学上来说 这也没必要 那他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呢 他就觉得 万一我有需要呢 这就是疫苗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美国和既然研究出来了 他就先给他的这个 怎么说呢 他的传统盟友 或者说呢 他的这个族群 安格鲁萨克顺人 去给到了 所以这个国际是很现实的 你这个喊价 喊得很高 真要到你落地的时候 实际上去干的时候 那你没钱 拿不到疫苗 你搞什么搞 是不是 所以最终呢 他还必须回到这个现实面 那么 波索纳罗财政 就是巴西财政 面临很大的压力 同时呢 他要想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那么有些资金呢 可能需要巴西的电信呀 相关的企业 去掏这个钱 那么你想相关的企业肯定会说 我为什么掏这个钱 对吧 你政府做的决策 平时让我掏钱 那么你政府补贴给我才是对的 那这个不就是白扯了吗 所以 波索纳罗面临着财政压力 美国的支持 所谓的力挺也不存在 那么同时呢 面临来自巴西内部的产业界 还有政府内部的重重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这条路根本就走不下去 非常的现实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11月份呢 巴西有好几家主要的移动运营商 曾经拒绝了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的一个邀请 那当时呢 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呢 去邀请这个巴西的主要运营商呢 要去一起开会 那么目的是要计划 让这些运营商代表 和美国主管经济的这个国务 国务次卿 这个克拉奇呢 在美国驻圣保罗大使馆进行会面 而且巴西国内的最大电信运营商 巴西国家电信公司 也定期游说 要来反对排除华为参与巴西5G 这个建设的决议的这个通过 那么美国的Politico还同时还指出呢 前欧洲司法专家 维维埃雷丁呢 就一直强烈批评特朗普 向欧洲施压 禁止华为这样的一个动作 其实现如今呢 这个巴西所面临的困境 以及美国就把三分点火 把火给点了之后呢 自己就迅速闪人的这样一种作风 那么巴西的转弯 也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巴西作为一个大国 同时呢 也是极具一个标志性象征意义的一个国家 那么那当然在南美影响力很大 他在南美呢 就是全球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当中 那么会紧随他的后面 那么做出一些啊 不再跟随美国的相应的举动 知情人士就透露呢 迫使博索纳罗做出这个这就是说 使用中国华为5G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呢 其实就是疫苗采购的问题啊 那么他一直觉得啊 美国的疫苗好 美国的疫苗好怎么怎么样 对吧 但是呢 实际上巴西根本就现在也买不到 另外一方面呢 巴西也没有条件去使用零下负 就是负70度的这样一个这个运输的环境 来使用相关的疫苗 所以目前呢 这个中国的科兴公司的疫苗 新冠疫苗呢 就成了巴西要来控制 国内疫情的一个救命稻草 美国决策层的更替 以及疫苗采购问题的多重影响 最终还是让善与其强的 博索纳罗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 在巴西卫生部批准中国科兴疫苗 和英国牛津疫苗紧急使用之后 巴西总统这个博索纳罗表示 因为病例和新变种病毒激增 医疗资源紧缺和民众 巴西民众的抨击 那么巴西总统呢 就同意了紧急使用中国的科兴疫苗 但是呢 他这个死鸭子嘴硬 还说他依旧不相信 这个科兴疫苗等等等等吧 但是呢 现在的巴西的国内科兴疫苗 是巴西目前唯一的拥有的 唯一的这个新冠疫苗 所以呢 他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为了控制疫情 他也只能同意 巴西在当地时间的1月18日 就启动了面向全国的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营销活动 那么给这个 因为博索纳罗个人的政治动机 而受到疫情 新冠疫情痛击的国家 带来了一线希望 此前呢 由于博索纳罗总是淡化 新冠病毒的危险 他认为科学家和媒体 一直在炒作新冠病毒的严重性 而这种病毒呢 已经导致了21万巴西人的死亡 其实他的性格特征 包括他的做法和川普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致 那么据悉呢 一种全新的新冠病毒 目前它的变种 在巴西出现之后呢 巴西北部亚马逊州的这个患者 由于医院氧气瓶稀缺 而死于窒息 并且呢 危重患者的数量也在急速的上升 出了如此的大事情呢 巴西政府才开始认为 新冠疫苗 他这种接种呢 是刻不容缓 立即让巴西卫生部通过了 中国科兴疫苗和英国 牛津疫苗的紧急使用 在这之后 波索纳罗向当地媒体呢 还是去强调 他呢 不是因为多好 而是因为呢 没得选择 只能选择科兴疫苗 等等等等吧 那么不管他怎么说 那么他实际的做法就是 接受了中国的科兴疫苗 那么巴西总统在 他的这样一句话呢 为自己辩解的这样一种说法呢 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 或者说换一种说法来谈的话 就是舔美国舔的很过瘾 但是呢美国并没有为巴西提供疫苗 同样的我们知道台湾也是一样 舔了半天还是没有疫苗 望眼欲穿也没有用 那么前面我们谈到全球震惊的局势呢 随着川普的下台 整个局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川普时期所推行的 所谓全球反中的这件事情 正在快速的瓦解之中 除了上面说的巴西和南美 那么欧洲和德国 也是另外一个观察的重要指标 德国前段时间通过了电信相关立法 并没有禁止华为参与德国的武器建设 同时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呢 由默克尔总理所牵头 这个欧洲强力主导完成的 中欧投资协定的谈判 那么这两件事情也都向世人宣告 欧洲会走一条自己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并不会一步一趋的跟着美国来 所谓这个对抗中国 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从德国媒体上的态度 就可见一斑了 我们看到德国的焦点媒体呢 发表这个近期呢发表了文章 那么就表示 中国最终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 已经是势不可挡 在德媒的表述当中 在中国的引领之下呢 整个亚太地区正在诞生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那么这意味着中国借此再次朝着世界经济之跌迈出了一大步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和欧盟却只能在一边观望啊 那么德媒的之所以发表这样的言论 那么这个或许呢和几个理由是有关的 我们首先当然看到的这个啊就是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啊 和关系的进一步的整合 那么它的体现呢就是前段时间所签署的区域前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那么在这个协议里面 它是由东盟在2012年所发起 那么历经了八年之后才终于成功签署 这也标志着呢 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数量 成员结构最为多元 拥有强大发展潜力的东亚自贸区成功的建立 那么它呢这个也就是相当于说啊 成功的呢上路启动 在这个新冠疫情为各国经济带来严重阻碍的这样一个时刻呢 这个协议的签订 竟能够这个提升啊各国合作对抗疫情的能力 并且呢来有效的推动各个国家的经济复苏 那么这个呢在德国媒体看来呢 就意味着中国再次向着成为头号经济强国的道路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关注 德国媒体关注到整个亚洲的未来的成长趋势 那当然最典型的就是亚洲人口的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同时呢购买力非常强劲 因为以上协议的签署 那么也就代表着大约占据世界33%的人口正在联合起来 共同降低贸易关税 而且消除各种障碍 用于刺激原本已经在繁荣发展的商品和服务交换 而由特朗普所推崇的美国优先政策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经济这个贸易纠纷 更是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讲白了呢 大家都知道 按照特朗普的之前的那样一种所谓的美国优先 这样一种做法 反全球化 对吧 反全球合作的做法呢 实际上并不能为东南亚或者是整个的东亚地区带来任何的好处 因此呢 特朗普的做法实际上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的整合 地缘政治的变化呢 起到了强力的推动性的作用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还看到整个亚洲人口增长相对来说呢 它本来就要更快一些 那么更不要说整个亚洲的人口数量 原本的基数就处在世界的前端 而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 虽然说依旧处于变慢的状态之中 但是中国人的人口基数大 而且政府也早已开放二台政策 那么中国人口的增长速度也将会为国家带来优势 表现在现在年轻人呢 逐步增多 那么经济的购买力呢 也更为强劲 那整个经济活力呢 也比较强 那么经济发展呢 也更进一步 从整个亚洲整体情况来看 人口呢 是处在强劲的增长当中 尤其呢 是富裕的中产阶层的人数呢 也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从长期的经济发展上来看呢 亚洲要比美国以及欧洲的经济发展 更具有活力 面对中国经济的迅速的发展呢 德国媒体呼吁 西方国家应该要母求团结起来 共同来和亚洲的经济巨人呢 来进行竞争 同样关注在整个亚洲的这个发展的话 还有这个新加坡的国立大学 亚洲研究院学者马凯硕 他不久之前也是在德国的焦点 周刊的网站上发表了一个文章 题目呢 叫做亚洲世纪 那么他在文章中就谈到呢 人类意识已经发生了转变 因为西方所主导作用的这个时代呢 正在走向终结 亚洲在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当中的复兴呢 那么早在整个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就已经开始了 那将在危机结束之后呢 催生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 西方社会在19世纪和20世纪 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但是现在对于东亚社会的重视和尊重 将会占到上分 这种变化已经存在一段时间 现在的新冠疫情大流行 实际上标志着亚洲世纪的开始 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新加坡 因为危机而变得更加强大 而美国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等 则面临陷入新冠疫情混乱的这样一个危险 这些亚洲国家的死亡率明显的低的很多 值得全世界学习 那么这个不仅显示出 这个不同的医疗的能力 而且还显示出政府的责任 政府的领导能力 以及社会对其自身文化的强烈信任 许多亚洲人都震惊于西方人 有时在政治角色中 不愿依靠科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 在新冠危机发生之后 中国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科学合理的方案 和有意义的措施 当中国科学家在一月份 解码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之后 中国立即公布了数据 如今东亚领导人的素质已经成为全球的标准 在后新冠疫情这个世界当中 其他国家将把东亚作为榜样 不仅在应对疫情大流行方面 而且在治理方式上也是如此 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 这些亚洲国家拥有的共同特点 就是具有一个强大的 这个强大执行力的政府 那么并且有相信最聪明的人来运作的机构 中国有强有力的政府和提升对自己文化 信任的这个相互依存的社会的这个基础 那么所有这些都导致了 迄今为止 亚洲对于西方的尊重正在减少的情况 东亚的能力和自信将从述世界秩序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 如今呢 已经有四个联合国组织当中呢 有中国人作为领导人 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仍然是只能由欧洲人或美国人领导的西方力量的堡垒 那么他们也将逐渐失去信誉 美国必须运用杰出的外交技巧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和威望 而现在恰好处在美国外交部门士气低落的一个时期 那么中国却充满自信的一个时期 但是对于美国而言呢 他还没有失去一切 随着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不断的增强 他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 美国正在逐步退出联合国组织 那么中国呢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危机后的世界可能呢 由步履阑珊的这个西方国家和勇敢的这个亚洲国家来组成 中国可以在一个多元和多极的世界中生存 那么这个呢 是新加坡非常著名的学者 马凯硕在德国媒体上发表的文章 当然了我们都知道 马凯硕他一直是亚洲世纪 亚洲视角的一位这个学者 他关于亚洲未来的发展 未来在全球所占据的这个地位 一直呢有非常多的研究 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 除了欧洲媒体和亚洲学者的观点呢 美国产业界的人士也越来越看好 亚洲和中国发展的前景 全球最大的对冲对冲基金巧水创办人 达利欧在不久前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呢 他认为对于中国金融市场而言 2020年是决定性的一年 疫情危机过后 中国经济表现出色 一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这个投资流入随之而来 在达利欧的眼中 尽管中国金融体系尚不大上不如西方发达 但是中国成为即美国华尔街英国伦敦金融城 这两大霸主的这个竞争对手 那么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 那么达利欧就认为呢 他最终呢将能够争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 纵观历史最大贸易国都演变成了 拥有全球金融中心和全球储备货币的国家 值得关注的是在12月所举办的三亚财经国际论坛 后疫情时代的应对与抉择上 达利欧也曾有过相关的发言 那么当时他表示呢 纵观16世纪以来的变化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的崛起 但中国还有两点相对落后于现有大国 那么也就是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储备货币的地位 那么此外呢 目前这个阶段 世界对于中国的投资还相当不足 世界的资金过度投资在美国 而中国等很多市场是有同样的这个吸引力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 当海外各国持续笼罩在疫情阴云之下 经济遭受重大打击的时刻 中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复苏 它的中国的这个股市 债市市场也已经纳入了几个重要的金融指数 吸引了数百亿美元的外资入场 由此呢 这个护升300指数年内大涨27% 中国国债收益率也是远高于发达国家的这个债券收益率 那么达利欧呢 就直言 到了现在一切的疑虑都已经消去 他继续看好中国 并称中国市场将在桥水的业务中占据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 我们通过今天的带给大家的 无论是巴西还是南美的这个国家的政策方向 还是德国或者欧洲的对中政策 以及美国产业界人士的看法呢 可以看出全球化合作共赢的大方向并未改变 美国的三分点火也随着川普的离去 而影响力呢 正在快速的下降 那么对于以上的这些话题 观众朋友们 你们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